大家好,欢迎又来到瑜伽乌萨,我是军婷 今天我们继续在椅子上继续做拉伸的运动 上一期我们已经分享了有好几组的 即是在椅子上做的瑜伽拉伸动作 如果大家错过了,可以看这个节目的回顾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在椅子上做瑜伽拉伸的下集动作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我们马上开始 接下来就是我们开风的动作 首先坐在我们等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内脖外脖慢慢把我们的脚打开一点 对了,大概是这样的宽度 然后我们的膝胳记住要对着我们的脚趾的位置 好,慢慢地将重心放在我们的膝胳的位置 身体慢慢向前倾向 然后将我们的右边的膝胳推开 用我们的右手推开 好,整个身体可以在望上天空的位置 会感受到我们整条侧腰的位置是打开的 好,吸气回来正位 然后呼气到我们的左手推我们的左边的膝头肩 好,吸气回来正面的位置 好,呼气再推右边 将我们整个身体回来 望上天空的位置 记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右手是伸直的 左手是曲的 好,吸气回来 呼气再推我们的左边的膝胳肩 好,吸气慢慢回来 会感受到我们整个肩部 和我们的上半身都会打开的 好,慢慢将我们的脚 内脚、外脚回来正中的位置 好,接着下一个动作 到我们腿部的运动 首先,将我们的手扶去耳边的位置 沉肩头 然后将我们的左脚伸出来 离开地面 这个叫做坐头脚 将我们的脚跟可以慢慢靠近地下 这个叫做蹦脚 将我们的脚尖放去地下的位置 我们重复坐头脚 和脚尖整个背的位置伸直 重复10组 好,这一组的动作可以好好地 去续练到我们的脚弓的位置 包括小腿、大腿 肌肉都慢慢地去激活 好,慢慢地把我们的脚 相差跌地 然后将我们的脚抬起身 抬得多高 抬得多高 慢慢地放下来 好,抬起身 这个动作也可以 可以续续练到我们的膝头脚的 灵活性和稳定性 也都是在这里做10组左右 很深组,这样子都是现在理想的 是像在这里做1の空 就是 authentication 2、2、2、1 最後一刻,我們在這裏盯著三個深深的呼吸 放鬆 會感受到我們大腿小腿的肌肉 都在慢慢激活著 慢慢摸下來,然後換另一隻腳 將我們的床頭腳,腳尖慢慢碰地 做腳尖 腳尖 腳尖 做十組 8 7 6 5 4 3 2 1 好,然後將我們的腳抬起來 抬起來也是抬得多高 小腿大腿都有法力的 可以鍛鍛鍊到我們的膝蓋 靈活性 和膝蓋周邊肌肉的強化性 會固定到膝蓋 讓膝蓋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這樣 繼續做十組 慢慢地停下來 然後雙腳的小腿大腿都激活了 慢慢將我們的整條腿也是 是 站起來 然後 順時針 旋轉 中壓素 我們的腳 腳弓的位置 順時針 旋轉 腳弓的位置 慢慢放下 然後 接下來的動作 我們慢慢站起來 將我們的椅背的位置 對著我們 然後我們做一組 起立式的換椅式 我們可以雙手扶起我們的椅背的位置 打開我們的腳 大概與肩同寬的位置 我吸氣的時候 整個身體向上伸展 呼氣的時候 彎膝蓋 彎寬部 對 好像坐在椅上一樣 但是兩個地方大家要注意 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膝蓋 不要內控 依然打開 第二個位置 我們的腳 在一個位置 不要躲起來 微微收起來 就像拉褲鏈一樣 將我們的整個腹部 拉起來 保持我們的腰直下去 吸氣 呼氣 落回去 吸氣 慢慢呼氣 落回去 也是做十組 七 六 如果可以的話 低一點 五 四 三 慢慢感受到大腿快熱 這個動作非常好地保護膝蓋的靈活性和穩定性 二 一 最後一下 我們通常都會在這裡保持住 大概三至五秒左右的時間 讓我們大腿的肌肉慢慢去滲化一些液體去保護膝蓋的位置 好 呼氣 慢慢上來 會感受到我們的大腿前側有點累累的 然後我們一隻手扶著椅子 另一隻手可以慢慢地扶著 拉伸 將我們這個腳背的位置 慢慢向全部拉伸 這樣就可以拉伸到我們的大腿前側的位置 保持十秒鐘左右的時間 慢慢地扶著 然後再鬆 然後再鬆 再鬆 一隻腳 騰空 也是扶好我們這張椅子 慢慢地扶回來 好 另一邊的拉伸 也是一隻手扶椅 另一隻手扶著我們腳的背的位置 然後靠向我們的臀部 保持十秒鐘左右 好 慢慢地鬆一下我們的腳 今天 在椅子上的全身拉伸瑜伽運動 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隨時隨地多點練習 如果大家對以上的內容有任何的疑問 都可以在樓下留言 又或者關注我的Instagram 可以了解更加之多的瑜伽拉伸和知識 非常之期待 下期瑜伽烏沙 跟大家再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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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